撥起的時候 可能看起來會比較雄偉 就是視覺效果 這樣子 感覺氣勢上就輸一間 那想要請教一下 割包皮的話 它具體有什麼好處處嗎? 網路上常聽到 割包皮會讓男性的私密發育得比較好 會變比較大 比較長 那這個統計學上是沒有差的 其實是一樣的 你會覺得比較好 有時候是因為整個龜頭常外露 撥起的時候 可能看起來會比較雄偉 就是視覺效果 因為你一個包皮這樣蓋著 感覺抗頭抗鳴 感覺就好像輸人家一截 氣勢上就輸一截 但是事實上量起來距離是一樣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有的人會覺得說 割完包皮是不是可以延長性行為的時間 大規模的研究也是認為差不多 但是臨床上我個人的經驗是 我們遇到蠻多病患是 割完包皮之後 因為它的龜頭每天露在外面 所以它的敏感度會稍微下降一點 就好比說你如果有戴包鮮套 它的信息的時間會拉長 那所以你如果割完包皮 灰頭長期外露 它比較習慣這個摩擦 不會很快就有腳線 目前醫療界用那些割包皮的方式 通常會影響費用 那傳統的就是用刀片 或是用剪刀 再來就是雷射 一般主要是這兩支 它有分好幾種手術方式 最簡單的有一種就是像這個 把這個拉起來 就把它剪過去 剪過去把它封起來 它就是完全憑醫生的手感 好壞真的是一翻兩瞪 一般健保大概大部分醫生就會用這個 比較好一點的就是說 像我個人是把割包皮 當作整形 手術再處理 所以我們就是會設計 我們會固定兩筆的長度 比如說離罐狀溝要多遠 然後我們大概要畫好記號 要剪要多少 所以每個人剪的長度會不一樣 我們也會跟病患溝通 做好記號之後 才去做一個切除的動作 那切除的動作 會分成用雷射跟傳統的刀片 切出來的好看的程度 我認為是一樣的 它只是一個用刀片切 一個用雷射刀去切 你的記號做得很漂亮 其實刀片切也不會醜 但是刀片切過去就會出血 出血我們就要直血 那這個直血的過程中 有時候會造成一些熱傷害 那這個熱傷害就會影響它的整個復原期 所以你會比較腫 然後你可能疼痛程度會比較高 那雷射它切過去的時候 它直接就順便直血 所以它出血可能會比較小 術後的水腫 術後的疼痛 也會比較低 然後問一下醫師到底麻醉是 駁麻藥呢 還是用大針的方式 駁麻藥是行不同的 我們男性的私密 其實打麻藥是算蠻輕鬆的 當然打針還是有點疼痛 但是打完之後 因為它是一整支在外面 所以你打完箱一整圈之後 它整支就麻掉了 所以它是這樣環狀的嗎 對 有時候我們會在頂部這個深層的地方 會再加一針 那個會就是麻到整個神經 它會再加強 連龜頭都沒有感覺 那醫師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 打麻藥它的痛感是什麼嗎 如果它有分幾數的話 0到10大概4到5左右 中等吧 好我們自己考慮一下 那如果你真的很怕痛 第三種就是舒眠麻藥 打個點滴 然後起麻醉可以是讓你睡著 好像做你那種無痛未盡那些 那醫師有說割包皮的時候會先做設計 設計的時候會需要請它先勃起 這會想問什麼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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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樣怎麼會知道說它最後長大了 它的長度是多 是不是可以推估出來 可以推估 可以推估 我說的推估不是推估它勃起多大 我是說我們留這個長度 它一定是夠用 那它想要鬆一點的人 我就多留個大概0.5公分給它 如果能夠接受 我們就是抓剛剛好 如果要直接訂做的話 就像你講我們用人工勃起的方式 把它打水讓它勃起 打水 所以不用就是 就是有人把它弄起來 可以用醫療的方式 對 要有人就是我 我們就是把它綁一綁 袋子然後打水 對 在做其他設計的手術的時候 就還蠻常需要用到這個 國旗的這個動作 預知想起還是自己來問王醫師 對 因為剛剛醫師講 手術如果是踩雷射的方式的話 那術後就比較不會那麼疼痛 那如果是傳統的話 就會稍微痛一點點 那它的痛是怎麼樣的痛法 是會咻咻咻咻咻咻的那種 像神經抽痛那種感覺 沒有 它就是傷口痛 傷口痛 就是你摔車雷殘以後傷口的痛 噢 刺痛刺痛 對 只是你雷殘的位置在你的私密處 那大家應該會想要知道 割完之後是多久可以性行為 一般來說傷口好當然就可以 你總是要讓傷口癒合 所以保守一點大概要說兩個禮拜 因為傷口好大概一個禮拜 不管你用雷射或是用傳統刀片切都是一樣 會希望就是要兩個禮拜以後 會比較安全 那這中間需要吃藥嗎 手術完前三天就是吃點消炎藥 吃痛藥 幫助你的恢復 那大部分不吃藥其實沒什麼問題 那如果這個中間過程中 不小心勃起了 不會怎麼樣 就是會有一點點 會不舒服 但是我們也有遇過一兩個案例 它就是勃起的時候就把線崩斷 不管是用什麼方法割包皮 都是需要縫合的 那一般現在割包皮縫合的線主流 都是用所謂的羊腸線 它是不需要拆線的 就會自己吸收 自己吸收的 所以說病人他做完手術 傷口一個禮拜後 他開始洗澡碰水 那個線頭自己會掉 但他傷口已經預覆了 就沒事了 那做完手術之後 第一次回診大概是幾天以後 這跟每個醫生或每個病人的手術 當中的狀況有關係 但是我們當然建議是兩天 中間他也不需要特別換藥 他如果做完之後 他在走路或是上廁所的時候 會不會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 走路會啊 手術完之後主要就是說 你這個禮拜不要運動 然後我們會盡量希望 你不要請摩托車跟腳踏車 至少前三到五天 先不要 先不要這樣子 那至於上廁所的話 因為割完之後 他就是傷口會大概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會把它包起來 所以他的龜頭其實都已經露出來了 所以他理論上上廁所是沒有問題 沒有影響 跟這個沒關係 弄髒就是換藥 我們會教大家換藥 現在那邊就不能碰水跟洗澡 三到五天 很好 他還是在飲食上 因為他會不會就是中途吧 給你去吃個韓鮮吃個什麼 就讓他吃雞之類的 這種是跟個人體質 但是當然所有的醫療 尤其是外科手術 他一定會說不能喝酒 不能抽菸 喝酒抽菸 對傷口的癒合有基本的一個影響 那另外就是說 不可以飽驗 這幾個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基本的舒服照顧 對沒有特殊的這樣 那因為我們有查到一個資料 就是割完包皮之後 可以把包皮回收再利用 對 包皮回收再利用 這個術室是這樣 他是把切下來的包皮 把它去角質 然後我們再把它裁切 裁切之後然後再打洞 那再把它放回去你的陰莖裡面 有的人兩塊有的四塊 就說把它切開之後 就把它固在這邊 固在兩側 那他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說 讓它變得比較大 好 就順便針出 喔 因為是你自己的組織嘛 所以它不會有排斥的問題 那腦皮是直接縫在外面 還是藏在裡面 藏在裡面 藏在外面 就是在塞進去 就是塞進去 人家是入豬 他是入皮 對 就是這個意思 正統的醫學是沒有特別努力 但是如果是說客戶有這個需求 我們還是可以幫他做到這些 那如果加這個 就是入皮的這個手術 整個手術時間會再增加多少 增加大概半個小時左右吧 一般割包皮的手術的時間 大概是半個小時 那另外再加這個大概放回去 像有些人是把期待留下來當保存 有沒有可能就說 我包皮我是不是丟掉 有啊 我們都會問他要不要帶走 喔真的喔 很大部分的人都不帶走 期待喔 然後你把它保起來 看起來很可愛 包皮保起來 真的沒那麼可愛 這就是一層皮嗎 乾掉就變豆皮 對然後會 倒皮 Q起來這樣 如果小朋友有包經的問題的話 你會幫他處理嗎 會啊會啊會啊 但是我們就是 其實還是正常的評估方式 你就是譬如說評估他 是真的需要 還是你可以再等 可以等的我們通常會建議他等 他不能等的 就是說他真的很容易發炎啊 或是小便有問題啊 跟他幾歲沒關係啊 你就是要處理 所以你是就是像小朋友生出來 你就可能先觀察了小孩 當他生出來有問題 你都可以等 除非他完全尿不出來 但是不太可能 基本上你就是說都可以等 所以你平常可能 你會教小朋友怎麼清理 會啊 但他好像也都沒在理我 你知道 兒子都不太為你犯法 你跟他講到都不聽 那今天很謝謝醫師 我覺得透過醫師的講解 大家應該會有很多人想要割包皮 就是他還可以變大 視覺上 感覺比較熊壯威武一點 對 然後又變粗 可以入皮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想像 就歡迎來找王醫師替你解答 那我們今天很謝謝王醫師來幫我們做介紹 謝謝王醫師 謝謝王醫師